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现在来探讨Idea物语这本书的作者Tom Kelly 告诉我们 我已经是创意的活力团队里面的成员了 那我想要持续不断的精进自我的锻炼 我要怎么样继续锻炼自己呢 请Erin为我们说明一下 自己锻炼自己呢有很多种方式 像第一个呢我们要用心的观察和倾听 我们要去到对的地方 像如果呢我们想要制造青少年用的商品或服务 那我们一定要去观看青少年玩些什么青少年拒绝的地方 那如果呢我们产品或服务的对象呢 是年纪比较大的族群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退休的社区呢 或者是去咖啡馆 如果我们对电器感兴趣到东京的时候呢 就是要去一趟电器的重镇秋月圆走一趟 每个产业呢都有自己的发展重镇 那也都有它的专业人才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这些地方走一走 然后去跟这些专业的人才建立关系 来锻炼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原始是什么 以后如果要做脑力鸡蛋的话 才知道可以从哪边做发想 另外一个呢作者有提到说尽管我们自己认为创意很十足 我们的这些概念能神奇的改装运用 他说胡思乱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概念专案呢可以直接激发我们的创意 帮助我们对产品的类别有新的构想和架构 那另外呢我们常常在电影 去电影院在电影上映之前呢 都会有很多预告片嘛 我不知道大家的喜好是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看这短短一两分钟精彩片段 如果这一两分钟精彩的那个预告片呢 很吸引人就会吸引我去看这部片 作者提到相同的意思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当我们创意发想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些发想视觉化做出成原型出来 如果我们做出来的一个原型呢 不够吸引人或者是说不出动人故事 好的东西出现 我们可能必须要再重新回头去检视 我们这些创意是不是需要再修改 作者还有提到如何去锻炼呢 就是我们要博览书 就像刚刚Angel提到的一样 我们要大量的摄取不一样的东西 作者建议呢 我们可以从科幻小说开始看 人类登陆愿求啊 只是一个预言 但是后来我们实际已经实现了 所以有一些科幻小说啊 里面有很多人 或许不见得每一个都能实现 但也有可能会实现 就像我们的手机iPhone一样 以前是按键式的 谁知道现在触控的滑一滑就能打电话 从无到有的创意呢 就有点像是预测未来 所以掌握未来的趋势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但这里所谓的预测未来呢 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而是三到五年十年内 十年内的未来的东西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网路上看过 一部日本拍摄的5G影片 我们5G的网路是现在已经慢慢的在 有些5G的激励台已经起来了 在日本拍摄的这个5G的 这个剧情里面是一位年轻人 到他乡下去找他的爷爷奶奶 那他的姐姐是没有办法跟着去 透过5G这样的科技呢 他的姐姐就可以利用5G这个技术 投射出来他的身形 然后演奏音乐给他的爷爷奶奶听 那他爷爷奶奶就像生力其境 他的孙女也在现场一样 这个就是未来三到五年 有可能会实现的东西 其实书中里面呢 还有很多内容 那有兴趣的呢 请大家来翻书 谢谢Aren为我们的说明 做创意你一定要先有点子 然后有愿景 知道该怎么做的做法 知道怎么做 你还要去有执行他的能力 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段来讨论 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段来讨论 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段来讨论